疫情升温 指挥官陈时中紧急召集了高风险六县市首长开会 会议当中有两大初步共识 第一就是采取重点疫调 指匡列确诊者发病或者是裁减阳性前两天的密切接触者 包括同住亲友还有同班同学同伴公事同仁等四类对象 而第二就是针对居家隔离缩短到七天也蛮有共识的 但是在降低强度上将会再做讨论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是强调防疫策略需要拉高到国安会层级 只要中央决定好战略地方一定使命必达 居家隔离十天以一人一事为原则 截至二十二号全台居隔人数比近八万人 不过如今有望降低强度缩短时间 未来在居隔的强度或时间上 那必然是要缩短减低他的一个强度 才不会影响到整体社会的一个经济的活动或正常的生活 二十三号指挥官陈时中急照六县市首长开会 目前居家隔离在天数上缩短为七天 大家蛮有共识 不过在强度上到底要用高性软性还是软引兼施 有待下周再讨论 是不是七天都要像现在全部都用电子围理把它框住都不能动 那还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那可以用快筛来取代这种刚性的隔离 也有现世 也有表达 就是说有这个一马当先的味道 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一个方案 那是不是也有一个现世事半的可能 另外也决议未来会采取重点疫调 指匡列发病前两天密切接触者 包括同住亲友同班同学同办公室和同工作场域 来加速匡列疫调速度 而且确诊者更要主动通知这四类人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却直言中央战略得更清楚 应该是在国安局的层面去决定 这战略决定的 我们地方政府自然会实行战术 柯省当然从一个宏观面 讲说我们大概国家应该有战略战术战斗 三个方向 那在战桌面 他们大概都是全力的配合 那在战略面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希望能够对整体疫情的一个发展 跟推估跟我们相关的一个准备 能够让现世政府更明白 本土确诊单日突破四千 中央地方紧急召开会议 下周拍板隔离最新规定 拼共存还得动作加快 才不会让上上下下更慌乱 记者赞报道